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北偏僻的小山村 女的叫曹慧英 一条腿残疾 没有生育能力 男的叫马有铁 家里排行老四 是村里最穷的大龄青年 家里唯一的资产是一头驴 两人都因自身特定条件 而被现实世界边缘化 机缘巧合 曹慧英被哥哥嫂子安排相亲 嫁给了马老四 有了家庭 马老四一改平日的任命和颓废 日子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这个被嘲笑没人比你更穷的男人 没有嫌弃过妻子的残疾 不能生育 勤奋耕作 搞副业攒钱给妻子治病 似乎是上天对马老四的考验 村里有个收购粮食的老板 欠着全村人不少粮食 这个老板患上了一种 需要大量书写的怪病 马老四是全村唯一拥有 与收粮老板相同 熊猫屑形的人 马老四为收粮老板长期无偿献血 为的就是希望收粮老板早点好起来 早点还上全村人的粮款 我想这样的人 他的内心才是真正的朴实无华吧 坚持献血之余 马老四还要兼顾地头 献血无偿 种地却是不能停的 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 宁静的小山村某天宣布了一个政策 村子开始有偿拆除控屋 马老四住的就是老旧控屋 老四和贵英将无片瓦遮头 于是两人决心盖自己的房子 一砖一瓦地盖起了一间小平房 日子似乎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尽管婚后两人有过摩擦 但是婚后的生活是 曹贵英体会到了 从未有过的尊重与呵护 以及被需要的感觉 曹贵英在马老四这里 获得了爱和尊严 也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但是老天还是对这对命运多舛的 患难夫妻有一种捉弄的意味 某一天 贵英去地头给马老四送饭 一时头晕掉进河里 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这是由李锐军导演 五人林海清李贤主演的电影 引入烟尘 镜头给到的是楼衣小明 讲的确实云云众生 你我都将引入烟尘 今晚八点 抖音直播间邀请到影片导演李锐军 联媒北京大学人文测评教授 北大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景华 与大家分享这部影片的创作历程 引入烟尘 今年也刚刚入围第72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是近三年来唯一一部 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 华语影片 戴景华教授的电影课 在圈内也是有口结杯 相信这次两位电影界大咖的碰撞 会对影片有不同角度的剖析 今晚八点大咖时间 听两位大咖聊电影 直播不见不散